中央社记者黄明喜东经28日专店 日本民进党虽为国会第一大在野党 但长期处于内乱状态 不少成员纷纷出走 投降在国会大选有慎选希望的希望之党 民进党面临创党一年半以来的最大危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5日以突破国难为主轴 宣布28日解散众议院 他希望透过国会大选重获国民信任 推动解决烧子高龄化问题的新政策 并面对北韩威胁提前来到的国会大选 对民进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民进党前身为民主党即维新党 2016年3月合并后改称民进党 成为国会第一大党首任党主席是钢铁客业